我從十歲開始腿癌症跑出來 那麼在那個時候 我非常的不能接受這個疾病 我覺得這世界上對我非常不公平 而且為什麼老天爺要開這個玩笑在我的身體上 在我國三那一年 忍耐已經到了一個極限了 我覺得那個是慢慢累積起來的壓力 我承受了學校給我的壓力 我承受了同學霸凌我的壓力 我承受了師長給我的壓力 我承受了家人給我的壓力 在種種沒辦法應付的情況下 我選擇了結束我的生命 我從室友跳下來之後 我很幸運的我掉到一台汽車的天窗 這台汽車拯救我的生命 我不斷地問自己怎麼這麼幸運活了下來 那自己活下來的意義是什麼 我每天都問我自己這些問題 我覺得我不想要做一些很無謂的反擊 跟他理論之類的 我平常很喜歡運動 因為運動會讓我速解很多很多的壓力 投瑞陣其實在壁球的那個小空間裡面 我自己都會覺得震耳欲融的感覺 那我在那邊打球的時候 也認識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球友這樣子 有時候跟我打壁球也需要承擔一點風險吧 但是他們反而非常的輕鬆自在這樣子 我從大學三年級開始進行我的第一場演講 就很像是開支擴役這樣子慢慢地擴散出去 我覺得如果能夠透過我的故事 讓更多人了解到 他知道妥銳這是什麼 他有可能也會想到說 在某個時刻 某個場合 遇到一個不一樣的人 那麼我那時候是怎麼樣對待他的 如果這個自我揭露的這個過程 能夠創造出很大的這樣的實質的效益的話 我覺得會帶來這個社會很大的進步 你知道嗎 對 我可以帶來這個努力 そうですね 然後我們記得有什麼